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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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爹爹爹爹 不要睡了 我回來了回來了 今天公司怎樣啊 誒 有什麼怎樣啊明仔 雖然公司小 但生意都不錯啦 啊 我今天知道什麼是公平競爭法啊 嘩明仔 你幾時候學得說話這麼Random的啊 啊 但是呢 講講公平競爭法 我跟學家聊過啦 紅水猛獸來的 對我們的商業行為 諸多限制 連同行吃一頓飯都不行啊 搞論狗啊 你爹爹我啊 都會被人告啊 爹爹爹爹爹 你們公平競爭法有所誤會啦 讓我找阿嘉華 和你解釋啦 沒問題 啊 sorry my name 噢 說是我是嗎 我必須要解釋呢 競爭法呢 對中小企來說呢 是不會影響他們的運作的 因為中小企的定義呢 就是他們是一些 小的營商的國體 他們行為呢 一般來說是不可以影響他們的市場的 啊 啊 啊 湯先生 我又想問一下 會有什麼機構裁定 主義不觸犯公平競爭法呢 其實競爭法呢 就設立了一個新的裁判署 裁判署的法官呢 正正是我們現在高院的大法官 所以如果你對香港的司法制度 對我們的大法官有信心的話呢 你不應該擔心這個法例會被濫用 啊 阿湯先生 我又想問 如果證實企業有反競爭行為 怎樣罰啊 罰則又是怎樣制定呢 啊 啊 So sad 其實如果企業違反了這個法例呢 是有很多的處理方法 如果是嚴重的 當然可以提出檢控 由法庭進行罰款 或者要求它停止違反法例的行為 沒有那麼嚴重的時候呢 這條法例都容許呢 這個競爭委員會 向他們發出這個所謂的違章通私書 要求它停止一些違反競爭的行為 亦都呢 是可以跟他們呢 是訂立一些寬面的協議 就是說呢 希望它是停止違反競爭的行為 以後也都不要再重犯了 那麼這些種種的處理方法呢 這條法例都是有足夠的條文 是保障的 不是每一個違反法例的人呢 都會被法庭呢 是判最高的罰款 法庭會根據一般的情況 例如 違反的行為多嚴重啊 違反的時間是多長啊 或者是 這個個體 會因為這個違反行為 謀取到多少的暴力啊 而決定罰款的多少的 啊 湯先生 我啊 其實看過條草案的 那些草案裡面寫呢 有些反競爭的行為啊 濫用市場優勢 全部都寫得不清不楚的啊 我們在中小企 會不會很容易 代入法律陷政 怎樣才可以避免違反呢 其實現時的第二行為守則針對的呢 是一個商業的個體 當他有一個支配市場的力量的時候 他濫用那種行為 去防止競爭 然後再算做呢 違反了這條法例的 所以一般來說呢 普通人 或者是一些所謂中小企呢 他們是不足以 是 以他們的行為呢 是影響了市場 或者是妨礙這個競爭 所以我們所指的 通常都是一些壟斷市場的大商家 哦 聽完湯先生你講我就放心了 其實公平競爭法 對於我們的中小企呢 百利而無一倍 為了長遠的營商環境著想 我們很應該支持你 和公平競爭法啦